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青是明月 汉是光 滚滚黄河 蓝蓝的天 装饰铁马 将军剑 静起 半卷 出长安 鱼儿柔长 男儿胆 草草惹雪 汗衣冠 大漠无垠 江湖远 鲍鱼井泪 也如盘 美人泪 悲中酒 天下人 掌浮剑 风潇潇 路漫漫 情节节 已绵绵 生死猛 山河连 君与臣 恩与恩 何必回头上往事 却把风留长少年 万里江山千君丹 首叶耿闭窗 天南 王河远 湖远 王河远 草耳 王河远 我儿子梁王取代 欲除太子 太子刘澈命悬一线 幸而结识智者东方慧 得其指点依经 历尽艰险重返长安 夺侯皇位 君临天下 自号为汉武皇帝 汉武帝 一改汉朝立国七十年来的屈辱和亲政策 抵御北方一致邪部落南清 窦太后勾结淮南王乘姬作乱 年轻的汉武帝 大胆启用奴隶出身的魏清为大将军 问济于东方慧 清零前邻 是与长安共存亡 终于平定内忧外患 迎来大汉历史上辉煌的一面 东方慧功成身退 携妻子念奴交远走天涯 清延将军 李勇深陷大漠 平阳公主壮烈牺牲 庭位张固 亦失足成千古恨 汉武帝的生死弟兄 多已凋零 他登基五年以后 高处不深寒 又面临了新的挑战 不一皇后 为子夫生死相从 又一批新的英雄豪杰脱颖而出 集合在大汉旗帜下 奋进在汉武雄风中 ograf国 为臣率大今一大二师城 大万国 大万国举国祥顺 献出汗血宝马 多少批呢 传军需官 是 传军需官 军需官拜见袁帅 我问你 那个大碗商人 就是那个卖你马的那个 还能找得到吗 找得到 找得到 他有多少汗血宝 袁帅要多少 有多少 不过这个价钱 这价钱好说 袁帅我要最好的 一股要 三百匹 末将就是跑断了腿 一定给袁帅凑齐 好小子 你还是给我买五百匹 凑个整数 行 好 他干的好事骗到袁帅投场了 袁帅 我冤枉 你要替我做主 袁帅 大胆 袁帅 马都是假的 真大袁帅 你自己去看 马脖子上红的全是红的 平时看不出来一出汗就响了 你想害死我 军须官拜见袁帅 小人一时昏了头 只想交差 想多捞几个 我 我该死 我该死 袁帅 啥了 我问你 军中的存粮 还能维持多久 大约半个月左右 按照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 几时能到二师 还说提速 就是到了二师 人也干了 要是爬到二师 也是个死字呀 好了 没事了 谢袁帅不杀之恩 我还要大大的重用你 你明天 就带上银子珠宝 绸缎茶叶 去给我换马 袁帅 我要五百匹 这可是欺君之罪呀 有本帅 这件事 一定要机密 绝密 得令 绝密 快 那是什么 这也算是料事如神了 他们一定是暴劫的军事 站住 你们是李广丽的部下吗 你是什么人 盛家在此还不快快下跪 臣等参见陛下 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们不变真假 就敢山呼万岁吗 回陛下的话 臣在御林军中当过差 见过陛下 你现在在李广丽麾麾下吗 回陛下 臣在二十李将军麾下 担任军须官 既是军须 就该随军前进 为什么掉头东返 李将军派臣充任信使 有本回奏长安 呈上来 一切都如朕所料 定远侯何在 臣在 念给朕听 是 二十将军李广丽飞奏天厅 七月除八 血战之后 敌军土崩瓦解 望风披靡 旌旗招展 号角齐名 微臣大军进入二师城 宣扬大汉天威 大王国王举国祥顺 献出汉血宝马 五百匹 这才是最动听的声音 这没有白来 众外亲平身 谢万岁 五百匹汉血宝马在何处 都在大营 由李将军亲自押送 大营现在在何处 回陛下 楼来一息 距离足相 还有两三千里路程 太可惜了 朕不能先赌为快 他应该先把宝马送回来 回陛下 微臣带来了三匹汉血宝马 正要奉献给陛下 就是这三匹吗 对 就是这三匹 不错 不错 到底是大获全胜啊 李广丽不负众望啊 五百匹 明年就是一千匹 后年就是一万匹 三年之后 朕的铁骑要踏遍中原 还要远及墨北 到时候 朕的视野范围之内 再也见不到一个敌人了 万岁 朕要作诗了 记下来 诗出玉门兮 琵琶声催 风霜雨雪兮 壮士歌灰 大汉旌旗兮兮 西域扬威 冰山雪化兮 天马来归 臣记下来 一共两份 一份送给二师将军李广丽 让他普入工商 全军传唱 另外一份 把他交给李贵妃 就作为朕的平安家信吧 回密家 这三匹马 不是汉蟹马 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他共认 那汉蟹马确实是假的 后面的497匹也是假的 是谁的主意 军训官招任 这好像是二师将军的指示 不过 这也是一面之词 一定是李广丽 他要是不点头 底下人又何苦要冒一个虚报军功 欺瞒天子的罪名 李广丽是不是没有攻下二师城 还是二师城固若金汤 一时挫败 西征军根本就没有进入大碗国境 什么 据他说 十万大军一路建元 现在只剩下三万人了 既要防备敌人的袭击 又找不到水源 思想心切 几乎人人厌战 李广丽把队伍带到了楼兰以西 就再也带不动了 原地驻扎 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好一个李广丽 勾胆包天竟敢辜负了朕 把打仗当作演戏了 请陛下息怒 李广丽将军人地两生 举步维艰 臣愿意赶到军中 为他们筹措粮草 寻找水源 朕在想想 陛下 楼兰国毕竟是大汉的友好邻邦 臣想如果军心大乱 殃及黎民百姓 也不是陛下的初衷 只好辛苦你了 臣请陛下速回长安 一路平安 来人 在 你们马上到御门关 传朕的旨意 封锁关口 凡是西征的溃兵三勇 无论是谁 一人一计 都不许进入御门关里 遵旨 陛下 非常时期 口谕 只怕难以取信 幸亏朕带来了两份空白圣旨 而且都盖好了玉玺 张远听之 臣在 定远侯张远 前往军中监军 待天行事 李广丽 未敌不前 欺君有计 有负圣恩 着急 陛下 还是代臣 查明真相 再奏请陛下定夺 也好 你不用畏首畏尾 只管放心大胆 有朕在为你撑腰 王子犯法 也要与庶民同罪 况且是他 臣 遵旨 你们要长驱直入 直取大碗 他怎么办 这马不行了 关中的马拿走过这么远的路 挖个坑 就迪安葬 他虽然不是汗血宝马 总算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是 寻日之内 西方将有非常之变 一旦山崩地裂 天下无主 乃何苍生 王爷 岂有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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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会有这么一天吗 天分 你到底考得住几分 已经39天了 应该到一门关了 主夫妍 有人来看你了 八夜三更的探什么间呢 我说你们天佬有一点规矩没有 我明白了 你一定是拿了人家的黑钱 与人方便吧 不是我说你 爱钱得有个够啊 是宫里来人 还带着皇后的旨意呢 宫里的更不见了 少跟我废话 你就说本番睡觉了 已经睡觉了 你可千万别后悔 失为女客 女客 对啊 你怎么不早说 我主妇也是有名的重色亲友之辈 你让我说了吗 快点 赶快请去 服了你了 等会我稍作整理 都说女卫月积着容 男人 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玉租老弟 这女的漂亮不漂亮 你自己看看吧 我 我刚才胡说八道 秋团姑娘 你们都听见了吧 见笑 先生 先生 进来可好啊 好好啊 吃得饱睡得香 时不时有人送一桌酒席来 让我抱隐抱食一分 我想没有比这个再好的 先生 一向以苦为乐的 反倒不像在天牢 像是住天堂了 对了 刚才玉族对我说 你是从宫中来的 对 这些日子我一直住在宫中 你在那干什么呀 护法 在宣誓护法 我怎么没想到啊 嗯 皇上不笨 一点都不笨啊 先生 是你告诉大将军 皇上不在宫中的 我那只是猜测而已 不过十拿九 你是怎么猜到的 朱飞檐也不笨吧 皇上还没有消息吗 皇上走了快四十天了 皇后很发愁 如果到了七七四十九天 皇上还没有回来的话 曼朝文武百官都要见他 我总不能说 皇上走火入魔了 还要再练个七七四十九天吧 当然不能 皇后要我来向你求祭 她现在最相信你了 承蒙皇后错爱啊 皇后知道不知道 雪莲逃走的事情啊 你觉得我会自投罗网吗 再说都这个时候了 她也没心情管这件事了 你们不是亲如姐妹吗 有什么事情不能说的 君总是君 明总是明 讲得好 一语于重地啊 九川姑娘 你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我朱飞檐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 就是因为没有看透这一层 我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 皇帝 皇家 是不许人自作多情的 先生 你就再自作多情一回 帮帮皇后渡过这个难关 来 泡泡脚吧 脚下万里路 最要紧的是护好两只脚 太好了 谢谢啊 哎呀 你怎么那么客气 我自己来 自己来 自己来 来 烫不烫 正好 正好 外面的风扇都停了吧 这风扇还没停呢 今年玉门关 风调雨顺 要不是兵荒马乱呢 明年准是个好年景 你放心 明年一定是好年景 你让你家里人都赶快回来吧 我看哪 这群人里头 除了张侯爷 就数你最大了 除了张侯爷 是啊 除了好几日 我还没有请教客人贵姓啊 我 我姓 我知道了 你姓碧叫夏 陛下 他们都那么叫你吗 你太聪明了 我姓碧 叫碧夏 碧先生 也是个官吧 对 在朝为官 但是不大 见得着皇上吗 偶尔可以见到 说得上话吗 那得看机会 那我可见到真神了 张侯爷越走越远 就拜托你劝劝皇上吧 我们全家老小 不不不 全村全寨都谢你了 啊 啊 皇上胸怀九州 奸计天下 恐怕我人为言轻 说了没有用处啊 哎 说了总比不说强啊 啊 我徐老三 我徐老三在朝里 就算有人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他被大将军派去护驾了 安世 哦 这是那个行刺皇上当场被拿活的人 对 就是他 朝廷已经发出了海捕文书 到处去追捕他 糟了 这下子糟了 那个济安世 是项羽大将继部的后人 汉高祖皇帝 免了济世一族 接下血海深仇 后来听说 济世 有一只后人侥幸逃脱 世代相传屠龙之术 想必那济安世 得知了皇上的下落 可是他在大狱里 哎呀 我不是也在大牢里吗 我照样了如指掌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 天子为义 大汉为义 你赶快回宫 告诉皇后 一定把太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 以防不测之变 回陛下 有人接下来了 快传 是 廷尉虎萧委参见陛下 免礼免礼 是廷尉派你来的吧 他怎么会知道朕的行踪 回陛下 廷尉大人本来并不知道 下官送海捕文书 刑之欲门关才听到陛下的消息 也算你聪明机警 雪中送炭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朕定要重赏你 下官奉入失效 承载 只愿陛下圣天 好 闭上脸你吹死我啊 武侠 武侠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竟敢行刺天子 行刺天子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我太爷爷行刺过汉高祖 我爷爷行刺过你爷爷 我父亲行刺过你父亲 我也行刺过你 既然是 算你死得明白 我们姬家祖宗的命不好 没有一次成功过 这回老天照顾我 既然是 你越狱出逃 谋反弑君 还要连累着许多人诛灭九族 剩下的人听着 只要你们悬崖落马 反戈一击 朕指天发誓 除既然是一人归案以外 其他人一概既往不救 这些人都和我喝了血酒 都是兄弟 你们不是只想拿朕的性命吗 朕可以给你们 不过 等朕照告了列祖列宗 高祖皇帝 列祖列宗 不孝儿流彻悟性无能之辈 不听忠告 深陷绝境 纯属旧由自取 但 是可杀不可辱 大丈夫由此而已 朕身为大汉朝的天子 不可以落在贼人手里 辱墨了大汉朝列祖列宗的脸面 现在 朕将一腔热血归还祖宗 希望祖宗的在天之灵 能够保佑太子长大成人 重振我大汉的河山 借宝剑已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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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人请留步 多谢恩人出手相救 不知可否与真面目相识 让我走 是你 你认识他 不但微臣认识 陛下更是舅交 微臣兜胆 请陛下先设了他所有罪名 才好相见 他救了朕 就是救了大汉朝的江山社稷 无论他有什么前科 就算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朕也一概不计前嫌 请陛下相认 火去病 你们去屋里 照顾殿主人 是 皇上 秉退左右 就不怕我行刺你吗 公主如有此心 方才又何必救朕 我的猎物不想被别人得手 好啊 现在你的猎物已经站在你的面前 任你宰割 朕绝不还手 我从不杀没有力量反抗的人 对不起 公主为什么不回大碗 我正要回去 却发现大汉天子和我 走在同一条路上 什么时候 从你刚出玉门关 是不是觉得机会来了 可以行刺阵 不 那 你的杀心已退 回去的雪莲 已经不是来时的雪莲 我杀你一个人没用 除非 你自己 退了杀心 跟月门起降 皇上 你应该去 请教主夫衍 他就在你身后 陛下 他不行了 徐老三 三哥 你一定要挺住我 陛下 是我 是我 你答应我的事 给皇上上个信 别忘了 他已经 他已经收到 收到 三哥 三哥 他知道不知道 自己救的是皇上 为其不知 才更是难能可贵 他的遗体厚葬 封为中永侯 尊主 他的墓前 要种上一片 忽阳洪流 父亲村庄 免去三年摇影 过往官兵 一概不得摊派 为领着斩 是 什么 各地王爷 已经都到长安城了 我怎么不知道 回皇后 七王 燕王 九江王等 是来庆贺 皇太后万寿的 皇太后一定知道 可是 按照大汉组织 他们可以随便离开封地吗 他们替皇上尽孝 似乎无可厚非 他们可以送礼 但是 人就不必来了 这是皇上的意思吗 这当然是 本宫要请示皇上的 不过我想 皇上也不愿意让他们按马劳顿的 回皇后娘娘 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罪臣误葬了陛下圣驾 罪该万死 你暗指行事 何罪之有 你是什么品级 回陛下 臣是私立校尉 停职 御门关西锤险耀 私立校尉升为副将 谢主隆恩 你马上给朕准备几匹快马 日行六百里 八百里 只要保证 朕在七天之内到达长安 臣遵旨 此去长安路途遥远 七天太急了吧 只能七天 霍继兵 臣在 你派人前往楼兰一溪 传与张远李广丽 西征大军原地停留 修整养兮 臀肯开荒 攻击大腕之势 暂且罢论 真的 钦此 这明明是逼宫嘛 他们肯定得到了消息 说皇上一去未归 没想到 朱复衍说的非常之变会来得这么快 皇后 你不要死前顾后了 你赶快让卫达将军调兵吧 捍卫皇宫 你哪里知道 皇上已经收回了魏清的兵符 他现在什么权也没有了 天台卫 这消息到底确实不确实 扑风捉影的事情本王可是从来不干了 皇上离开长安已经确实无遗 至于他什么时候如期归来 那只有天知道了 太尉 你这话里有话 本王倒想听听你的弦外之音 那好 皇上自定期限是七七四十九天 如今只有最后六天了 各位王爷都是高祖子孙 国家不可一日无君 更何况他是走了那么多天 这应该怎么办 在这里只有我田某人是两性旁人 说多了不好是说少了也不好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太尉 你是当朝国舅了 怎么会没有你的事呢 要真是有了万一 汉通当然应该后继有人 而且还必须是皇太后一言九鼎 对 说 说下去 让我说 说呀 要我说 我说出来 恐怕要让王爷们失望了 你准备让谁继承大统 你这话就欠妥 不是我让谁 皇上已经立了太子 当然是太子成果 太子 六岁的娃娃 六岁的娃娃有什么不好啊 为期成年还早 就需要各位书王博王们 监国呀 高明之志啊 如果天从人愿 我被可以邪天子以令诸侯了 咱们先跟一致贤人通好气 打什么破仗啊 赋税回归藩国 哼 别看着眼红 还有一层 不知道王爷们想到还是没想到 如果皇上如期平安归来 而立下太子又继承事实 问罪下来 王爷们怎么担待啊 人之常情 亲不过父子 到时候我们就看一场 父子正位的好戏了 太上老君过往神灵 请你们保佑大汉天子 一路平安 早日归来 弟子魏子夫 情愿折去十年寿书 我把太子带来了 父皇呢 跪下 我 我要见父皇 你父皇已经把你交给神仙了 你不好好念书 一年多了 还是错字连篇 父皇生气了 不肯见你了 好好好 那我好好地念书 我不再让父皇生气了 父皇快见我吧 对啊 那就快求神仙 让神仙把你的话告诉你的父皇 神仙干嘛 只要你心成 神仙就一定肯的 来 快拜吧 各路神仙 帮帮我吧 我以后乖 再也不惹父皇生气了 请父皇息怒吧 今天 是最后一天了 臣等敬赫皇太后万寿无疆 福祉延长 快快平身 谢皇太后 我一个不灵不整的生日 难为你们各位都还记住 皇太后圣体安康 才是天下臣民的福分 是 怎么不见皇上 皇上正在闭关修炼 你们没有听说吗 臣听说皇上要炼七七四十九天 好像今天到期了吧 是啊 炼了这么多日 他一定太累了 咱们就不等他了 来 给各位王爷赐宴 臣回皇太后 皇太后是皇上的生生慈母 我大汉又是以孝之国 皇太后万寿 皇上岂能缺席 皇上不在 臣等不敢领验 是啊 臣等不敢领验 哎呀 实话对你们说吧 皇上出巡一个多月了 阴性全无啊 我 我哪有什么心思过生日啊 这么说来 外面的传闻倒不是空穴来风了 你们听到什么传闻了 主将王 还是你向皇后回奏吧 还是燕王 你讲吧 你看 你们谁走都一样 燕王 还是你说吧 臣情 平退左右 还不快退下去 是 就剩我们自己人了 快说吧 外边传的是满城风雨 说是皇上西出玉门关 已经身遭不测 绝不可能 你们可不要 听信谣言啊 如今四十九天已到 怎么不见皇上皇宫啊 甚至连消息都没有 这就让臣等不能不信了 四十九天过了 还有五十九天嘛 皇上一定是在路上 皇太后失言了 人有旦夕祸福 天上却不可以没有太阳 朝廷多时之秋 需要天子日理万机啊 皇位怎么可以九旋呢 传江出去 天下臣民 人心就会大乱了 义治邪人也会趁虚而入啊 可是 不管怎么说 也要等皇帝回来啊 太后等得起儿子 大汉可等不起天子了 为今之计 只有皇太子监国 安定人心啊 皇太子 只有六岁 他 他能处理什么呀 自然有皇太后料理 臣相可保无虞 燕王言之有理 燕王言之有理 请太子监国 走 快 走 走 母 太子监国 别怕 走 走 走 太子监国 一定要让太子监国 皇上闭关修炼 谁敢喧皇 不要胡说八道了 皇上根本没在里面 对 你们谁敢骚扰 你的力剑虽快 敢杀我们吗 对 敢杀我们 魏卿伺候各位王爷 魏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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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和各位王爷朝见皇上 与你有什么相干 回王爷话 魏卿 魏卿 溃为大将军 追随圣驾 各位王爷进京 魏卿不能安前马后 照顾起居 已经是失职了 只好前来 将功补过 把路让开 对 对 把路让开 皇上正在宣誓进修 有欲在先 任何人不得求见擅闯 我想也包括各位王爷吧 大胆 你太放肆了 对 七夕四日九天已到 还不见皇上现身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对啊 胡说八道 让开大礼拜 时辰还没有到 请看天上 红日当头 时之正午 这最后一天还没有过去 有道是 为山九任功亏一篑 我想王爷 也希望皇上 能大功告成吧 魏卿 你敢跟我打赌 保证皇上一定在宣誓吗 你敢吗 君无戏言 皇上说在 当然就在 胡说 这 皇太后都说了 皇上出巡未归 对 请问皇上何时出巡 四十九天之前 这就怪了 昨天 皇上还亲自召见了卫大将军 难道他有分身术不成 大将军 你可告诉众王爷 不要擦讯他的谎话 对 你有何凭证啊 你说皇上不见任何人 你怎么就成了例外 是啊 是啊 你怎么例外 这就是修炼 皇上说了 老子祖师托梦给他 说皇上成仙得道 只差一步之遥了 那就是君臣同心 父子同心 所以昨天皇上就选中了大将军同修 今天又找来太子同修 现在他们正在一起呢 说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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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练法 闻所未闻 笑话 平道是出家人 怎么 这怎么修炼 你们比我还熟悉吗 这孩子出来了 父皇要生气了 让你们走开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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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风 月光无止的沙漠 留下多少痕迹在时光中 那场眷恋 虽然是探视结果 我还记得 热泪临着划过 可依赖证明爱曾经存在过 愿我们的爱 是母性梦 无论最后 别人怎么说 还有谁比你我更生动 描述我没有的感受 无论最后 别人怎么形容 谁能代替你爱我 爱着那么多 再提我爱你 那么深重 无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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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依赖证明爱 谁才不是任务 无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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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带 无论最后 别人